在剃头 刚好 这样子 两边还没有录完 像三船闽囊这样子 徒弟刚好来 顶礼师父 我就站起来 这样像师父吗 这样像三船闽囊 剃头第一半 做徒弟的应当 要懂得礼貌 是不是啊 所以师父在看经典的时候 在大殿 诵经 不可以顶礼师父 师父在吃饭的时候 也不顶礼用问讯的 师父剃头 也不顶礼 师父有重要事情在处理 也不顶礼 要找个时间空间 恰到好处的顶礼 虔诚就好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很虔诚 除非师父把饭放下来 就这样 你要顶礼就给你顶礼 把饭放下来 正在吃 一拍就好 太坚诚了 有时候还挺麻烦的 要看一下时间空间 因此我们要了解 做佛地职 应当懂得礼节 有一次 有一次我到寺庙里面 一个在家祭祀 叫一个比丘尼 叫什么呢 说师兄师兄 我说来来来 你叫他什么 我叫他师兄 他是比丘尼 你怎么叫他是师兄 我以前师父就这样教 我师父已经死了 他师父已经死了 说法法平等 凡是出家在家 都可以互相称为师兄弟 我说这是佛不允许的 怎么可以称自己 出家众 师父称为师兄呢 这个不可以的 有的人还标会 标到道场来 在家祭祀 找师父 叔叔 你回来要标一下吗 也真的有法师父参加 有什么用意 真的 英文真的 英文是 不可思议 问法师说 法师法师 你为什么要递回 我们现在佛像没有钱 要先标会起来 然后 再慢慢地还 我说 法师法师 这样是很好 发行做佛像很好 不过这样不行 这样违背佛教的 教义跟借力的 这样不行的 好像不行 我说不可以的 哪有出家人在递回 有啊有啊有啊 我说知道就好了 不要一直强调 好像很多一样 真的 这个很糟糕了 就没有人讲 大家也不敢讲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 出家众还是要过 出家众的生活 但不明 我们现在没钱 要做佛像 等嘛 等 慢慢等 一年 慢慢储存 不能像世间人这样子 这样不好 我没有批评的意思 请各位比丘尼多多包涵 我没有批评的意思 是说我们出家人 跟世俗人 要有所差别 所作所为代表三宝 我们的行为极致 会影响整个佛教 我们还是要 淡薄名利 不同于世俗人 各位 我打个比喻 我今天 会里面是假设说 in case 我假设说 我也去玩股票 而且玩得很大 红海买多少 中钢买多少 中华买多少 假设说 请问大家 我也玩得好大 不知道你们 敢不敢供养我 你会怒 在书体以构票 你也是会怕 对不对 你也是会怕 所以我告诉你 我没玩 绝对不去碰这种东西 所以有的在家居士说 师父 那居士玩股票 有没有犯戒 没有 国家合法的 就没有 没有犯戒的 好好的玩 不要输太多 师父没有鼓励你玩 是你自己要玩的 千万不要输太多 看不是写的 官票 用电话一通就解决了 是不是 所以出家在家 还是不一样 我们还是要谨慎 底下说 承受圣旨 也就是清传领受 法王圣教之旨意 出阿难请定静 好 底下呢 任言经义冠 一百零二页 那因为这里 腾官法师的这个 任言经义冠 写得很好 同时也增加了 很多的资料 所以我们多看一遍 能够 有更多的见闻 同时 文言文 看完以后 接着来复习一下 用白话 强化大家的印象 对任言经 有更近一层的认识 但是我们尽量 不在这个白话文里面 多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文言文已经看过了 白话就念一遍 那么有增加资料 需要解释的再解释 就这样子 所以任言经义冠 白话文 等于是消文示意 这样子的话 就加强我们 对任言经的认识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一百零二页 一贯 中间 经文 石波士尼王 为其父王 慧日迎哉 请佛 公业 自迎如来 广色 真修 无上 妙味 肩父亲眼 诸大菩萨 波士尼王 波士尼 亦为月光 波士尼王 在过去 荣光佛的时候 与释迦 菩萨 同为地上菩萨 那时 释迦 那时释迦 位居第八地 而波士尼王 为四地菩萨 经 世尊成佛 他就大全释宪 内密菩萨 恨 外宪国王身 以祝福法化 会日 即以祭日 即祭世之周年 纪念日 此日之所以 称为祭日的原因 是因为在这一天 有许多必祭 或者是 忌讳之事 也就是 不可做 或不该做之事 尤其是歌舞 饮酒 欢乐之事 因为此日 既然是 先王的纪念日 你应哀悼 以示敬意 及孝顺之意 何况还在这天 大肆唱吟 笑谈 欢乐 饮哉 饮就是伴 哉 素食饭菜 在父亲的祭祭那天 供佛吉身 是为了增进 王父的名福 又 众生自治之日 以及佛欢喜日 在宜然盆经中 佛告穆建年 可一世日 摘生 可救拔 其母 故波斯利王 尊教 以此日 设供 而修 孝顺 宫业 宫殿中的旁舍 称为 夜庭 清言 言就是情 亲就是亲制 国王 亲自言情 诸大菩萨 而非派人去请 表示十分 尊重菩萨 义贯 那时 波斯利王 为其父王的祭日 会日 而迎办 树斋 敦请佛 到他的 宫中之夜庭里 受贡 波斯利王 亲自到 其凡经色 迎请如来 广色真修 皆为无上之妙位 国王 并 肩负 的意思 亲身 去言情 诸大菩萨 104 城中 陈中 富有长子居士 同时放生 祝佛来应 长者 在佛法中 称长者 不只是说年纪高 而是应 具有实德 方才 配称长者 1 姓贵 2 位高 3 大富 4 威猛 5 自身 6 年齐 7 行径 8 礼背 9 上探 下 十归 这个前边 师傅都解释过了 居士 居家 修道 知识 也就是幽婆舍 幽婆乙 佛法中 须正是一生中 受三规 五界 方得称为 幽婆舍 幽婆乙 犯生 色哉 犯 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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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作为动词 就是贡养的意思 祝佛来应 祝就是等待 应 就是应贡 祝佛来应 在此之意为 城中 长者 及诸居士 之国王 亲自供佛 则各地 一定有很多 僧众 及菩萨 来应供 他们在门口等待 希望佛持悲 分派一些弟子 以及菩萨 圣众 让他们 供养 你修 无上之福 因为国王 如不请佛 平常 并不可能 有这么多 圣生 奇迹 一地 接受 供养 所以这是一个 很稀有 难得的 修复 机会 105 佛赐文书 分领 菩萨 及阿罗汉 应诸 栽主 赐就是 戒 教令 的意思 分领 就是分配 领导 因为文书 为诸菩萨 之上手 所以佛命 文书菩萨 做分派的工作 诸菩萨 及阿罗汉 皆能信服 栽主 是供栽之主 这个字打错了 他等成奇 这是栽 供栽之主人 第三节 阿难世道 经文 唯有阿难 先受别情 远由未还 不慌生斥 既无上座 及阿瑟里 途中 独归 106 阿难 前名为阿难陀 亦为庆徐 为福之堂地 白饭王之子 诸位 白饭王 有两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就是阿难 你们猜一猜 他的哥哥是谁呢 阿难的哥哥呢 很有名的 在佛经里面 也是很有名的 阿难的哥哥是谁呢 不会 猜不出来吗 这佛经常常看到的 叫做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 就是阿难的 哥哥 弟弟是当佛的 侍者 哥哥是专门 跟佛作对 要霸占 生团 以下 阿难为在佛 成道之日出生 佛的父母 敬范王 听到太子成道 又听到皇帝 得子 实为一门 双喜 故是小王子 名为庆喜 别情 别就是特别 个别 来